欢迎来到我们Pocoord的直播间 那这是我们开播以来的专场系列的第126场直播 那也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场直播 那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罗伯卡生态的LSD赛道的龙头协议Bifrost团队 来和我们大家来同步一下整个2023年的情况 以及我们2024年有哪些指责期待的方向 所以如果大家一会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留言评论区 在我们直播分享结束之后呢 会跟大家去做一个互动交流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有请Lupis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Bifrost2023里的一些里程碑 以及我们2024年都有哪些新的计划 好嘞好嘞谢谢亮子 那个大家好我是Lupis 然后是Bifrost的co-founder 然后今天就是跟大家去聊聊这个 Bifrost2023的一个总结 然后再说一下就是我们2024的一个规划 但这块我觉得可以少说一点 因为我看大家主要来听的可能就是跟BNCS有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这个总结几点去快速过一下吧 因为这个我们应该是在2号吧 2号有一篇这个总结的文章里面大概写的比较清楚了 就是我们2023年干了一些这个就哪些产品 然后这个做了哪家活动 整体上呢就是这个我看因为这次其实有很多新朋友进来 就是还不太知道Bifrost主要做什么 那我们呢其实是这个在PocoDots生态最早的 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LSD的一个平行链 那我们呢就是提供除了像以太坊之外的 还有这个像波卡 然后KSM 还有比如说像Mombin 然后阿斯大一些平行链的这些LSD 总共有7种的这个目前来说总共有7种的LSD 那总的铸造规模呢 现在大概在1亿美金左右 那主要的这个对标的项目呢 大家可以跟Lidl去对标 因为Lidl的话呢 它属于一个叫多链的流动性质押 那现在Lidl呢 它也是相当以太坊上面最大的一个流动性质押 那作为Bifrost呢 我们是叫全链的Liquid Staking 那跟Lidl的主要区别呢 就是我们对于用户来说你是不需要跨链的 然后对于开发者来说呢 你是有这个降低了大幅降低你开发门槛的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基于Bifrost协议发行的这些LSD呢 它都是标准化的这种Token 那对于开发者来说呢 它集成一次就可以把所有的LSD集成进来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它是标准化的资产 那我们通过跨链的和互遭作性来做的这些LSD 那它的这些流动性呢 是比Lidl是更加有聚合性的 然后对于用户来说呢 你去使用Bifrost的 你在一个协议上面 你在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Dev上面 你就可以管理你所有的这些LSD的资产 比如说你在Bifrost的Dev上面 你就可以去质押以太坊 然后去质押这个博物卡 或者说质押一些平行链 那这些LSD呢 它都有统一的一些这个用处和保法 那每一个LSD呢 它的这个根据不同链 它有不同的收益率 但是它的使用场景呢 都是这种标准化的 那跟Lidl的第二个大区别呢 就是相较于Lidl的这种 这个协议安全上面来说呢 它会相对于Lidl这种多链部署 会更加安全一些 因为Lidl呢 它是每一条链上 都要部署一个独立的stating和合约 那每一个合约呢 需要去单独管理 然后每条链上呢 需要有单独的运营成本 然后包括安全维护成本 审计的成本 那对于Bifrost来说呢 它其实是相当于是 全链部署的方式 那它的所有的业务逻辑呢 是在Bifrost这条平行链上 那在不同的这种多链上的这些 这个LSD呢 它只需要部署一个代理合约 那通过这个Bifrost这条平行链呢 去跨链调用这个代理合约 就可以完成这些所有的 这个LSD的这个业务逻辑的管理 所以对于Bifrost来说呢 它的代码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那针对不同的链 它只需要一套核心的 这个业务逻辑代码 那从而保证呢 就是说它在不同链上呢 可以有这种安全水平 统一的这种安全性 那也不需要在每一条链上 去额外部署 那如果说是其他链上 如果出现了安全风险 那其实它只会在这个 只会影响到这个链的代理合约 但是它不会影响到 Bifrost平行链上的平行安全 这个是第二点 就从安全性的对比上面 那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流动性上面 就是刚才大概提了一下 就是Bifrost它是可以聚合流动性的 那你在不同的链上呢 它不需要有不同的流动性 持续部署 那在Bifrost的链上呢 它只需要有 这个相当于 只需要聚合几个 这个不同Vtoken的流动性持 那在其他链上 就可以共享到这个流动性 那这个一个呢 这个对于用户来说 就一个是提高了这个 经济利用率 然后去降低了 大家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成本 那间接呢 其实对于用户体现到Vtoken上面呢 就是说你持有这个Vtoken 你的这个整体的年化收入率会更高一点 那这大概是白富斯一个背景介绍 那我们2023年做了哪些事情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块来说 就第一块就产品方面 产品方面的话 这个我觉得比较突出的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Vtoken的铸造量的这个增长 一个是VDOTS 就整个2023年呢 我们是翻了 就是整个铸造量翻了21倍 就增长了21倍的一个空间 然后那个KSM呢 现在也是这个达到了这个40万个KSM的铸造量 那这个也是市场 目前就是市场份额占比最大的一个这个LSD 那整体的这个这个除了VTH以外的Vtoken 比如说VBNC VGLAIMAR VMOBAL VFARE和VRSTAR 他们的铸造量基本上都是50%以上的增长 然后那个然后刚刚说的这个VTH呢 是我们在这个相当于在以太坊和并成POS之后呢 第一时间去开放了VDRAW 但是目前以太坊和波卡之间的这个桥 其实还没有通的 所以这个V以太坊呢 它还没有纳入到Biforce SLP这个协议里面来 它是一个单独的独立合约 它就跟Lado其实是同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波卡和以太坊的这个桥通了之后呢 那个VTH呢 就是我们2024年主要会推动的一个资产 那我们会去把以太坊 引入到波过道的生态里面来 那同时呢 把这个以太坊本身的staking reward 就是它本身的一个staking收益呢 去带给其他的一些平行链 然后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比较火的 像BLAST 对吧 它是一个 这个叫做EAO的base的一个layer2 对吧 那其实对于Biforce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EAO的base的协议 那它这个协议上面呢 所有的这些资产都是带有收益的 那这些资产呢 只要去输出到不同的 无论是平行链还是layer2 那它都是可以 实现这种EAO的base的这种效果 那第二个就是产品的发布呢 是我们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去发布了一个SLPX 它中文名呢 就是叫这个全链流动性 流动性质押开发者套件 简单来说呢 它就是为了我们实现 我们在任意链铸造 任意LSD的一个愿景 那SLPX上线以后呢 就是现在它就已经可以实现 这些LSD的这个远程铸造了 就对于用户来说 现在因为链 其实都快比应用多了 很多链 然后大家都按这个手机上 对吧 你稍微这个DTB多一点 你手机上都得按个七八个钱包 这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门槛 那在SLPX呢 这个协议上面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你可以在Mombin这条链上 你只装一个Mitmask 你就可以去铸造 白Post刚才说的那七种的VToken 甚至说未来更多新的VToken 也就是说你想用哪条链 你就用哪条链 你想用哪个钱包 用哪个钱包 但在你的这个熟悉的环境下呢 你就可以管理你所有的LSD 你不需要去跨链了 你不需要把资产 先比如说先从以太坊上 跨到波卡上 然后再去质压 然后产生衍生品再跨回去 那这个呢 其实是SLPX 就是一步就帮你完成的事情 你在SLPX这个协议里呢 你就可以去跨链的铸造各种LSD 然后这个跨链的过程呢 是无感知的 你不需要去跨链 不需要去操作跨链 也不需要安装多个链的钱包 你就可以完成这些 这个LSD的铸造 那同时呢 它也都是完全驱终硬化的 那同时呢 它也开启了一个 就是Porkadots的一个跨链的可组合性 因为Porkadots最大的优势 它其实就是去 做跨链的互操作性 然后来实现这种 相当于App线层级的这种 跨链互操作 那这个其实相当于 目前以太坊和这个Layer 2之间 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那就甚至说是像Cosmos生态 它也很难去实现这个 这个跨链互操作性 那像目前来说 最第一个这个跨链互操作性的案例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叫HydroDX的平行链 那他们把他们国库里的 这个大概有8万多个DOT 变成了就是通过跨链的操作 去铸造成了VDOT 也就是说HydroDX HydroDX的这条平行链 它把他们的国库 底面的DOT 铸造成了VDOT 那从而给他们这个平行链 带出了一个这个平行链层级的一个这个基础收益 然后更多的一些跨链互操作性呢 就比如说像目前这个基于SLPX部署的这个一个代步 叫Omini-LS 那这个通过这个代步呢 你就可以在Mombim上或者说Astar上 然后去跨链的去铸造各类的VTOKEN 那现在这个因为基于SLPX 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场推荷松了 那现在有很多团队在基于SLPX 开发一些新的一些这种应用 然后包括这种新的一些这种 这个基于LSD的一些新的一些玩法 那这个相当于是开发者层面的一个进展 那对于这个Liquid Staking来说呢 其实像SLPX对于开发者来说 就已经降低了大概80%的一个开发工作量 那我们也认为呢 就是SLPX这种这个跨链形式呢 它其实就是全链 全链应用的一种应用范式 那这在这个未来 像AppChain 包括LiO2起来 然后Cosmos Hub起来 或者说Cosmos PowerChain起来 那在未来呢 其实所有的这些跨链互操作呢 都会去隐藏在这些应用的背后 那对于用户来说呢 可能跨链是在未来 可能是越来越少操作的一个 过程 你在使用应用的同时呢 就完成了一个跨链 然后 第三个产品层面的话呢 就是Bipfors去升级了 这个Open Governance的治理 那同时呢 我们也把VKSM和VDOT 这两个资产 去支持了Open Governance的治理 这个熟悉Porkadot生态的 这个朋友应该知道 这个最近Porkadot的 这个整个Open Governance治理 是这个挺热闹的 然后有很多 就比较Drama的一些事件 那其实VKSM和VDOT 作为Liquid Staking资产呢 也是第一个 能够去保留你治理权利的 一个这种流动性质压演战品 那就是说你可以拿到 吃到这个Staking利息的同时呢 然后你还可以去参与治理 所以现在VKSM和VDOT呢 基本上 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参与这个链上Open Governance 这个圆链治理的 这个活跃度还是相当高的 就很多用户呢 他拿着VDOT 其实是去参与了圆链的治理 然后呢 他再把他的VDOT可以比如说 去这个就治理完成之后呢 他可以去参与DeFi 或者说去挂到其他屏幕链上去使用 那在这个Open Governance的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会去 首先去开放更多背复的这个投票 然后第二个呢 就现在大家发现 就是说你这个VDOT 要锁到那里才能去投票 那我们可能在未来呢 会去实现就是 比如说你在发明的同时 你VDOT在其他地方提供流动性 或者在发明 你依然可以去投票 那这个是Open Governance 下一个会去 可能会去实现的一个功能 然后除了产品 然后第二方面呢 就是我们市场的一些活动 那这个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二三年 大概去跑了九个国家的 十二个城市 比如说新加坡 首尔 里斯本 伊斯坦布尔 然后巴黎 米兰 这些去举办了我们 这个Biforz的一些线价活动 然后去扩展了我们 相当于在全球的一个社区 然后线上活动呢 我们大概组织了13场 然后去跟比如说 像OKX MOMBEAM Century Free 以及Parity Edgly 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 各类就是 非常优质的一些项目方 去做了我们 线上的一些活动 然后合作伙伴层面呢 这个也是23年 这个整体扩展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像 这个Hydra DX 还有Interlay 还有这个包括 MOMBEAM生态内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StellaSwap 还有以太坊生态的 比如说像Balancer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 223年扩展的一些合作伙伴 那具体落到实处的一些点呢 就是我们把 VDOT的一个 衍生收益给提上去 就比如说 现在你持有VDOT呢 大概收益率是个 18%到19%左右的 一个基础收益 那你拿这个VDOT呢 你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 比如说到MOMBEAM上 去提供流动性 去StellaSwap上 吃一个 这个流动性的 这个发明的收益 大概额外有个 20% 30% 那你也可以去 比如说跨到 英特雷上 去把它作为 IBT-C的一个抵押物 因为这个 BTC生态最近也比较火 那这个 你去拿着VDOT 去做IBT-C抵押物呢 相当于在为这个 IBT-C提供安全性 那英特雷呢 他就会给他的一个奖励 那英特雷 就是在给VDOT 这个VOT的奖励 大概目前有个30%左右 然后呢 再比如说 你拿着VDOT呢 去借贷 然后去借给别人 然后再可以拿个 5%的一个收益 所以零零总总算下来呢 你现在只有VDOT 除了拿到 Stating的基础收益18以外呢 你额外衍生收益 也可以去拿个30% 那这加起来 就相当于有个 将近60%左右的一个收益 那这个其实相当于 无论你在这个市场行情 好还是差的时候 这都是一个非常 就非常高的一个收益了 那这也是相当于 在生态合作层面扩展 然后去带来的一些 这个VTOKEN的衍生收益 所以对于BIFORCE来说呢 它的增长费轮 就在就是有更多的 VTOKEN的铸造量 那就有更多的 VTOKEN的使用场景 那有更多的使用场景 它就有更高的一个 这个衍生收益 那有更高的衍生收益 就会又带来 更高的一个 VTOKEN的铸造量 所以它会是一个循环 那这个循环呢 我们现在 基本上已经会把第三步 正在这个慢慢的搭建 那整个三步搭建完之后呢 它就会对整个 VTOKEN的铸造量 会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那这大概就是我们 二三年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 二四年的一个展望的话 我觉得因为我们目前 还没有完整公布 我们的二四年的那个roadmap 那这个接下来会公布 然后这个 现在能说的一些呢 就是我们 也是这个三个方向嘛 就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提供这个基础功能 然后这个什么像COTEM POKADOS 2.0的集成 然后包括这个一步出块 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平行链 出块时间缩得更短 然后比如像这次BSS打明文 其实对于白佛斯平行链来说的 这个链上压力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 这个我们基本上每个块 基本上都是填满的状态 对RPC啊 什么也都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基本上可以验证 就是平行链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然后再比如说呢 我们会去比较重点的事情 就是推出白佛斯2.0 然后再包括我们去把 这个白佛斯的Cusama 和白佛斯POKADOS打通 然后去把两面资产打通 然后能够实现 就是说BNC在Cusama 和POKADOS的时间去跨链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生态 VTOKEN生态建设 就是VTOKEN的生态建设呢 因为本身VTOKEN是标准化的 所以我们去做的任何事情呢 它都会赋能到每一个VTOKEN上去 那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会去再次扩充这个VTOKEN 去支持OpenGuardianus的治理的功能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去推动这个 这个VTOKEN的一个 这个就是杠杆之压 因为现在VTOKEN 它就已经有些借贷值可以使用了 那对于用户来说呢 你其实是可以去加杠杆 去放大你的Staking收益的 那你持有VTOKEN 其实最本质的一个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驱动力 就是它的本身的一个收益高嘛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24年 去推动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比如说呢 我们去 会要去把VTOKEN去 兼容这个Bridge Hub和Asset Hub 然后能够让它去支持更多的 相当于这个交易所和这个托管商 然后再 比如说能够去把VTOKEN 更安全的跨链到其他的生态地去 比如说以太坊 比如说COSMOS生态 然后生态应用 就VTOKEN生态应用方面呢 就是会去推动这个更多频链的合作 然后去增加VTOKEN的一些预言机 然后能够让它对于开发的来说 有更多的一些开发的一些抓手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跨链桥层面 因为现在Fogodots 其实它的这个以太坊桥 大家都吐槽就是非常慢 但是对于波卡来说 它其实这个波卡和以太坊的这个桥 应该是从技术原理上来说 是目前这个协议设计上 是最安全的一种桥的方案 所以这个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去跟进 这个波卡和以太坊的这个跨链桥的打通 我们觉得确实开发时间太久了 但它这个桥确实安全 所以我们也会去集成这个Bridge Hub 然后去实现跟这个以太坊的跨链 所以我们为它会实现 就是百货子和以太坊的直接跨链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白货子和Eagle链的跨链 因为现在这个随着这个Bridge Hub上面的 就是Bridge Hub和以太坊跨 这个大家知道是用SnowFolk去跨的 那在Bridge Hub上面 它其实可以集成更多的一些桥的方案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叫Hyper Bridge 那它呢也是具有一个扩展性的 它也是利用 这可能有点技术向了 它就是说利用这个中级链的一些 这个B非的一些验证 轻刻过来什么 能够让波卡去更轻易的去跨到Eagle链上 所以在以太坊桥通之后 其实我们期望看到 就是波卡跟更多的一些Eagle链连接起来 比如说像一些Polygon或者说Cosmos 然后这些桥呢 它都是通过这种比较安全的方案去桥接的 然后同时也具有跨链互造作性 所以对于白货子来说 这个桥是我们2024年的一个第三个 这个比较重点的方向 那这个整体的这些road map 我们会去 就同样跟2023年一样整理成一个Notion的文档 然后在我们正式推出之后呢 去发布给社区 这个说的还是有点多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大家关心白货子的这个后续进展的话 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发的一篇文章里面 有比较详细的一些数据 然后再可以关注一下 白货子未来的一些发布 应该我们在1月份呢 就会发布我们的这个 这个24年的一个整体的road map 然后我觉得这个 后面时间就不沾用大家时间了 可以就去聊聊这个 大家比较关心这个DNCS这个事情 好的 非常感谢Lupis的精彩的一个分享啊 然后也非常期待白货子的在2024年的一些进展 那如果还还关心白货子的一些相关细则 可以去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聊一聊 我们最近非常火热的明文 那上周其实我们邀请了Delta社区来我们直播间 那这个也是波卡生态前部就迎来的第一个明文项目 那白货子随机链上就出现了一个明文协议 BNCS 这个应该是可以说是波卡生态平行链中的第一个明文协议 那很多参与过这个各种明文铸造的伙伴 其实应该就感触非常深刻 就是我们在铸造那个BNCS的过程是非常丝滑的 那这个丝滑的状态跟Polkadot的底层的技术支持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还是说跟BNCS的分发机制是有关的 那具体在BNCS前几天的铸造过程中 都有哪些的一些数据表现 接下来我们有请Tyrone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最好的 谢谢亮子 大家好我是Tyrone 然后是Vipro's的Fellowship member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BNCS这块的一些 之前之前的一些玩法 然后它的一个分发机制和这个变上这些数据 那其实我我自己本身也是BNCS就是算一个用户 因为这个BNCS这个整体 这个明文项目是一个社区发起的 所以呢 就是从这个时间线上大概是12月25号 23年的12月25号到这个12月28号 这个时间之间 然后就是有这个BNCS到 IO这个网站去进行的这个明文铸造 它底层呢其实就是跟 所有的这些明文发布的这些 这些不同的链 其实都是用一样的格式 就是这个这套明文格式 然后只不过在Vipro's 在Pokedore上它是呃或者在Bifro's去呃平链上 它是用了这个transaction里面的一个remark 去把它这个写入写入在remark这个域里面 然后去铸造了呃整体来说就是呃 BNCS我看是有这个呃 total supply有100个亿吧 然后现在这个因为已经结束了嘛 然后现在是我发现total supply可能不到100个亿 那它现在其实这个就是跟分发机制有关系了 它是呃平均每个块去释放 我看是62.5呃62.5万个BNCS嘛 然后如果说有哪个区块它没有进行出道交易的话 那就那等于说就被burn掉了 就就就就被燃烧掉了 所以它现在这个total supply最开始我记得是100亿 然后现在已经就是不到100亿了 所以这个在短短两天时间里面啊 这个bifrost链上的一些状态也有呃很多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嗯比如说在这两天的这个整体的交易量 bifrost链上的交易量有120万笔120万笔交易 就是这个是相当相当多的 如果去这个sup scan上去这个区块浏览器上去看这个呃图表的话 会非常的就是非常震惊了 就是呃这两天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呃一个线的波动 然后其中可能这个呃最最高的一个区块里面 可能包含了1400多1500多多笔交易 这个是应该算是就是自pokadol的 和自bifrost平均链呃启动以来最多的交易 这是创历史记录了可以说 然后手续费呢在这两天大概是累积了呃就binc的手续费 交易手续费累积了大概有29.7万多binc手续费 然后这些手续费呢呃是进到bifrost国库里面 然后后续呃最近我看也有这个社区里面去发布提案 关于这个手续费怎么返还给bincs这些呃铸造者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社区的一些提案 一会也会也会再再说一些这些内容 然后呃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日活跃账号和一些新增的地址 呃等于说是bincs这个社这个社区活动给 bincs这条链增加了一些新鲜血液了这个平均来说按之前的一个状态的是呃可能就是二百五或者到三百个呃平均的活跃账号每天 然后大概嗯日新增的这个地址大概有四十五十这样 但是在这个这两天这个活动期间呢呃有三万就是有总体有三万的这个呃活跃地址 然后日均有大概两万六千多个新增的bifrost地址 所以这个呃可以说是给bifrost增加了很多新增地址 目前我看到bincs这上个在这个前端展示的这个holder里面有呃两万两千多个地址 对然后这个所以说binc的binc的这个持有账号啊也是从呃之前六千五百个增加的 加到了现在呃两万九千四百三十六个地址这个是对这个 这个bincs这个这个这个明文项目对bifrost这条链上的一些影响 那么对刚才lupis也提到了就是对bifrost这条链有没有一些呃运行上的压力呢 其实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平均出块时间的话 并没有这个并没有影响嗯在前段时间也就是12月23号吧 嗯pokadu有一个升级就是关于去优化这平行链 呃优化整体的这个中间量平行链出块的呃这么一个升级 然后现在从24号以后基本都是平均12点几秒的一个出块速率 所以在这个活动期间呃25号到28号这时间段里面 嗯bifrost这个出块平均出块还是12秒左右 那并没有影响其实对pokadu整体来说中继链当时的一些打明文 也是出现了很大的集中的这种呃交易数额出现 那对他平均出块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所以说呃pokadu这道体系的一个可承载的这种吞吐量还是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然后呃对数据方面的话呢我看到的就是这些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 ok那方便跟大家透露一下呃这个有没有答非常关系的问题 就是marketplace什么时候可以上线 这个有指导一些具体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呃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其实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用户吗 嗯这个主要是这个社区看这个社区方发起方 他会有可能会在bifrost发一些提案之类的去开这个marketplace吧 ok好的嗯好那那个感谢taren的一个分享一个介绍 然后那接下来呃想跟二位聊一聊啊就是呃实际上明文早在今年年初就开始了 然后呃那很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现在才在波卡上出现一些明文协议 呃那lupis你作为生波卡生态的早期的建设者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吗 顺便跟大家去聊一聊波卡上做明文协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啊好嘞好嘞 啊对我我我也可以聊聊BioCS 因为我我也打了一些吧 然后呃作为用户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呃就是波卡上面做明文其实是啊非常早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其实像现在什么这个最近这些明文都不是都不算是这个这个第一个明文啊 就是如果说知道波卡上带的话 其实第一个波卡上第一个明文应该叫rmrk啊 它其实是个nft协议 它最早呢就是用remark的这种形式 就是一个在链上写一个标记语言 然后去呃这个做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rmrk呢它其实当时不论是marketplace 然后包括nft交易 甚至它把nft的这种这个装备化啊 然后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啊 所以那个应该是三年前的一个项目了吧 应该我看应该20 啊差不多就是20年的年底啊 这个时间点这个上线的rmrk 那时候其实平行链都还没有上线 那它也是第一个用remark这种形式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就跟明文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去波卡就是在波卡生态去做明文 其实是从技术上来说是非常小儿科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很简单 我就可以去做到明文这件事啊 但对于波卡生态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啊做明文的意义呢 其实是这个呃这个 我觉得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这种啊 资产发行的方式啊 资产发行的方式啊 然后为啥波卡就现在才做呢 我觉得也就是说呃 这个现在明文它每条链上都会去做嘛 所以现在就是每一条链上肯定都会有个龙头的明文 那他做到波卡 因为波卡现在他市值也是在这个前世 应该现在在十二左右 这么一个这个 就体量比较大的一个这个 生态和链和工链 那他自然会有这个项目去做他的明文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随着明文的发展 自然去演进到现在这个阶段的 呃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呢 呃在波卡上那做明文可能有几个独特的优势 就首先这个 这个 他通过这个呃 remark这种形式去标记这个明文 那他在波卡平链里面呢 他其实是可以具备这种跨链能力的 比如说你这个明文呢 你比如说像bmcs 或者说是像dota 他他其实都可以在不同平链去使用啊 那那这个呃 除了在跨链之外呢 他其实也有比较多一些玩法 他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代币化啊 然后你可以去把它代币化之后呢 去参与更多的一些链上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平行链的借贷啊 抵押啊交易啊啊 其实这些对于开发者来说 都是就是比较这个容易去实现的 那具体看怎么去做这件事 那说到本质呢 我觉得明文他本身就是一个 就资产发行的方式啊 这个跟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牛出的一个特征吧 就是你可以看就是从17年 然后啊19年下半年啊 就17年当时的SEO啊 然后19年下半年当时的Ideo DeFi Summer 然后再到现在的明文 他其实都是一种资产发行的方式 那他的特点呢 就是公平透明 然后Fair Launch 所有人都能参与 然后没有这个就是投资方啊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明文 他其实是啊 这个在SEO IDO后面的一个 新的一个阶段啊 让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呢 去啊这个让整个链活跃起来啊 所以对于波卡来说 或者对白佛斯来说呢 我觉得BNCS 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用户 上链的一个市场工具啊 因为啊 波卡兵链其实使用起来 其实有点复杂的 他这个啊 因为他首先安装一个钱包的话 他就不是这个Mate Mask 虽然之后Mate Mask也会支持的吧 但现在这阶段你要装一个 包括到JS的 或者什么Telest Man啊 这些啊 区别于以太坊的这些钱包 那那就对于用户来说 他是有一定教育成本的啊 那那像这次BNCS 他这个光铸造地址呢 就有两万 应该是两万八千多 啊 两万两千多啊 两万两千多个地址啊 那其实中间有个大概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地址 都是新地址啊 那这些其实都是相当于 从博卡生态之外 去来到这个生态 去使用的一些用户 那他其实也是相当于 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商链 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工具 啊 然后这个说回就是说 这个就BNCS这边的话 我觉得啊 刚才可能他也说了几点数据吧 然后我看是BNCS团队 他们最近也是在 WiFlow的链上来提 两个提案 一个是这个啊 把BNCS tokenize的话 然后就是说啊 这个提案我看是已经通过了 然后嗯 这个提案大概大概是 这个意思呢 就是他能去把它变成 就从铭文变成一个 平行链级别的资产啊 然后呢 具备平行链资产之后呢 他就可以相当于啊 具备这种跨链和链上交易 或者链上玩地坏的一些 潜在的一些功能啊 那这个这个具体 呃我觉得这个 呃这个链链链上 这个tokenize的话呢 这个是呃 我们看到就是提到的第一个提案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呃 应该是昨天发起的一个提案吧 昨天还是前提案 因为昨天发起的一个提案 我看是去呃 创建一个这个呃 相当于为bngs创建一个 发明的场景啊 然后去呃 相当于让bngs有个发明的能力 然后这个这个天呢 呃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呃 它能相当于你bngs 就可以去质押 然后去一个是去呃 就是说他从国库去申请了 就当时铸造bngs的那笔收入的 百分之六十去啊 返还给bngs的质押者啊 啊 第二个呢 就他拿百分之四十的这个这个 这个相当 gas fee的这个收入呢 去啊 兑换成vdots啊 啊 然后让vdots的这个staking收益呢 去给bngs作为一个基础收益啊 也就相当于呃 可以理解为就是说 它可以成为就是第一个 带有这个staking收益的这么一个名 啊 那如果说这个呃 这个按照提案的这个内容来理解的话啊 但这个提案我看这个其实现在就这个在社区已经在进行公图阶段了嘛 然后还在这个投票的过程中 然后 我觉得这个呃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提案的一个后续的进展吧 啊 然后这个呃 我觉得更多的一些信息的话 我觉得也是只是我们单方面的一些评价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一些细节 包括后面转账什么开啊 然后marketplace什么上啊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呃 看后续这个bngs这个社区团队 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公布了 好的然后感谢lupis的一个分享 然后刚刚lupis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明文 其实就是一种新的这个注币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像我们早期的ico IDO 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注币方式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了 才有了这个呃 流出的一些这个展现啊 那但是我觉得明文的铸造 其实有一个和ico呃 呃非常不同的一点 就是他把铸造方式交给了用户 就即便你是这个项目的发起方 你也是需要就是通过你去链上去操作 才能去呃铸造明文的 那接下来就想和大家二位聊一聊就是这个 这个关于明文的这个接下来的市场潜力 还会有多大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任何一条链都可以创造明文 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在往这个势头在发展 每条链都在有自己的明文协议 包括不止一个明文协议 那三百多条公链是可能之后每条公链都会有自己的明文协议 呃 那这个明文的市场潜力究竟还会有多大 你像比如说ico 他同样也是这个通过这个吸引大量用户参与进来 但是其实在一轮熊市之后 ico大部分的一些这个呃项目可能都不再存在在市场里面了 那明文市场能不能经历过多次牛熊 他在加密市场会不会站稳脚跟想要听听二位的观点 呃OK那那我先说一些我的想法 就是嗯这个三百多条公链上除了呃比特币最开始发行这个明文以外 呃可能现在其他并没有说呃在明文上有很大 像DeFi应用这种能相结合或者跟其他什么应用可以结合的这种 这种例子吧 所以可能看到这个呃 这其他链上的一些交易量就可以发现在这个 在那一波打明文的这个热度过去之后整体的交易量就开始下滑了 所以那在这个呃上锁的一些明文的这个价格上 基本也是就是从呃这两周开始吧 开始非常明显的这个下降 然后就是呃可能在呃技术层面 比特币上这个网络上做做呃明文这套 可能是还是呃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意义吧 但是在呃这种图灵完备像以太坊啊 Solana什么Polketo所有这些其他的可以去 在虚拟机环境下编写编程语言的那其实都是呃 合约都可以代替就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提到这种 BNCS为什么要这种代币化那我觉得这个社区提案发的 其实挺好的那那那这个他等于说可以把这个明文作为嗯 链上地址的一种记录方式那就可以去对这个用户做一些呃有用的这些应用了 那可以比如说在之后去集成一些呃像farming也好 像这个呃像一些vtoken铸造也好去做给用户做一些这种地址的标记对吧 如果你持有BNCS那那这个明文他已经token化了 那他就可以完全以这种链上的账本维护模式去进行一个后续管理 但是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明文链上的明文还都是以这种中间化服务去维护的这个账本模式 所以呃我觉得他是不太不太make sense了 对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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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币他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太多做这个做这个呃后续继续做明文的这个这么一个发展路径吧 他这个呃就是utxo那套模型的话他去一直要记录你的余额是从哪来的 然后要去哪这些他都是要记录的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可以去去显示一个去维护一套账本系统 那他跟以太坊不一样就是你的账户里面有多少余额那都是那就一直是多少余额 但是比特币上你多少余额他是要他是要关心你到底是从哪来的 然后你这个余额还要转给你一个新的地址所以这些就是最大区别 我觉得就是比特币还是去做他这个这一套交易转账系统就是他就是隐私化 那那以太坊这种图灵完备来说就是tokenize化是最好的 而且他维护了一套这种地址系统就是可以很方便的给这种 呃合约开发者去去去去建立应用啊你的你的地址是你的账户上面的余额都是呃就是都是都是显性的 而且呃你有一个比较稳定在这个区块链里的身份可以和合约去交互 所以就是呃我觉得明文在这种不灵完备的系统上可能没有太大的空间吧 这就是我的我的想法 哈哈好的Lupis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呃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呃就是还是回到明文本质这个就是它是个资产发行方式嘛 啊所以我觉得呃就是它能热度能持续多久 我觉得可以这个17年或者说19年的这个DeFi Summer 这个IDO啊ICU其实都可以参考都作为一些都有借鉴意义的呃 呃我觉得它至少就是从牛市初期持续到牛市中间来说都是应该是可以持续的啊 就是但是就是它可能在没有新资金入场或者说没有新的项目去呃出现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热度就会逐渐凉下来啊 但是资产发行它这个本身本质就是资产发行本质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就是呃 因为一直会有新的资产需要发行然后大家都需要去参与这些打新之类的 它只是形式不同啊那它可能载体现在是明文那可能下个阶段又变成一个其他的一种形式 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呃明文这个事情对于呃比特币生态来说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 因为比特币本身它之前是不能存在这个资产的嘛 所以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货币那它现在相当于通过明文把这个在比特币上面发行资产的这个功能给打开了啊 啊那我觉得是一件这个呃是一个这个这个相当于在这个范式上的一个创新啊 啊那这个在其他链上的这些呃明文呢我觉得就是在呃就比如说在白富的上面 我觉得它是一种这个呃自由发行资产的一种新方式啊 因为像你现在平行链上发资产啊 其实是门槛比较高的啊比如说你要在AsetHub里面就博卡AsetHub里面去发资产啊 啊这个或者说你要在平行链的这个pallet里面发资产啊 或者说啊mobim这种EVM合约里面发资产 就这门门槛都是比较高的啊 啊然后包括你用户量怎么带进来这些用户怎么参与啊 啊其实是这个中间有很多套这个有很多到这个阻碍很多道门 需要用户去一个一个开才能最终参与进来 那发明文呢它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就可以在链上写个 remark按照这个标准啊 按照这个这个这个定义的这个标记性语言啊 按照这个定义你就去可以自由的发行资产 然后你也可以自由去参与啊那相较于这个AsetHub来说 它是门槛更低一种方式啊 啊然后呢对于这个用户参与来说 它也是更开放透明一种方式 因为它有了一个统一的协议标准 它的这个名文呢你无论在Biforce上 还是在波卡上还是在Cosmos上 它其实这个名文的标记语言呢都是统一的 那都跟这个最初的比特币的这个名文协议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这就给这个啊 就是我们叫Indexer带来一个潜在的跨链能力 就是说因为它每条链上的这个标记语言都一样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数据读下来啊 我可以做同样的逻辑去处理这些名文 所以在名文未来呢我觉得也是有这种跨链的场景存在的啊 它可能说是通过这种Indexer去 就是说就不像就是链上验证这种形式 它以一种它以一种更加这个就是说独特的形式去参与这个这个明文的跨链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这我觉得也是可以给BMCS团队一些建议吧 其实对于白货子来说这个链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这个 这个 liquid sticking资产 就有很多的这个代息资产啊 然后这些资产呢它都会进入到这个 呃一方面用户的手里 一方面呢就这些资产呢它只要持有就会持续的产生利息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BMCS团队来说呢 它也可以就比如说在未来呢你把这个新的这些这个 这个基于BMCS协议呢就在白货子链上去发一些啊 新的一些资产啊 然后这些资产呢它都可以去比如说获得啊 这个一些一些国库的这个sticking收益一些补贴啊 对吧然后你可以啊比如说 再比如说一些更新的一些这个融资方式 因为现在BMCS啊你包括其他的明文 它大部分其实对于项目方来说它是没有融资的啊 没有融资的就大家是支付了一个guest fee啊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链上的一个成本 那对于项目方来说它是没有融到钱的 那其实这种如果说作为资产发现方式的话呢 在未来明文的这种发展形式上看可不可能会有更新的一些啊 比如说融资的一些形式啊 就比如说你在白货子上可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用Vtoken的sticking去融资 也就是说啊大家把这个就是说你发行一个明文啊 然后你的这个明文的命层呢需要去啊 让用户锁定一定的比如说VDOT 然后这个VDOT呢并不是花出去了 而是说这个VDOT只要锁在这里 他产生的sticking收益呢都会去分给这个民营的发行方啊 然后这样对于用户来说呢 他获得了新的资产啊 用自己的利息啊 用自己的利息啊 用自己VDOT的利息啊 不是用本金用利息去获得了一个新的资产啊 然后对项目方来说呢 他也融到了新的钱啊 相当于用这个啊 用户的手上的这些LC的利息去融资啊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探索的方向吧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 呃这个发展路线的玩法 我觉得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要看就是说后续的呃这个呃 开发团队怎么去做一些创新啊 那对于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呃 其实我们也比较开放去讨论 然后包括去扶持生态的一些项目 大概是这个想法 ok呃 呃其实我觉得明文呃给这一轮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让更多的用户来积极参与链上的一些操作 因为其实呃在之前很多这个呃 很多用户更多的可能就依赖于这个交易所 或者依赖于一些这个钱包去而不去做一些链上操作 但是呃刚刚二位也有提到光呃 白frost 的这个链上数据呃就有呃 针对大半年前的一些数据来比这个明文带来的一些数据是非常可观的 这也是更多的用户来积极参与链上的操作 带来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也没有剩几分钟的时间了 然后呃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把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敲打在评论区 链上为一些操作的这些解释 是一种解释的解释 iyakon 参与链上 第二个我们需要先试试 址的解释 一半 在三小匙和一边